大部分人在練習單手蕩褲的時候 都不太確定起始位置握法到底該怎麼去握 那接下來我也會跟大家分享有三個握法可以拿來做使用 那單手蕩褲這個訓練其實是延伸後續像是做Clean Snatch 這兩個動作的銜接的技巧 這個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單手蕩褲做得好 你後面的Clean跟Snatch才會練得好 第一個握法就是所謂的倒閉握法 倒閉握握法就是大拇指的位置大約在45度角朝前 在起始位置的時候能夠容易保持軀幹挺直 那也很容易讓擴背收好讓肩膀在安全位置 那對於後續的動作銜接呢也會更好打手 那第二種呢就是槓鈴握法 這是對於一般習慣操作槓鈴訓練的人 他比較容易上手比較容易習慣也比較直接 那但這個握法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 當我們把弧音向後擺盪的時候 通過胯下的時候可能會比較容易 就是打到你的大腿的內側 不過這裡有一些技巧可以避開 第三個呢就是正B握法 就是大拇指朝內 使你的肩膀的外旋肌群在伸展狀態 保護你的尋轉肌群 也使之後你再做像是架式的位置 就是clean最後rack的位置會更加容易 那這三個握法呢 你都可以去嘗試的去練習去嘗試試看 哪一種握法對你來講是最適合的 那都可以自由選擇使用 不過呢這三個握法它有個相容之處就在於 當你把狐靈盪起來在滯空的時候 你的把手位置是平的 也就是你的手掌心朝下 OK 那狐靈是把手是平的 狐靈在通過胯下的時候呢 通常我會建議就是 甚至是我覺得最需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握法則是需要轉圍成正力握法 也就是大拇指朝內 所以你的狐靈在通過胯下的時候呢 轉成正力握法 這樣子的話你的把手跟你的大拇指撐心 就是平行的狀態 那你的狐靈就比較不會打到自己的大拇指內側 但是一樣出來都是平的 那再補充一個握法 就是手槍握法 就是大拇指垂直90度朝上 這個呢常常出現在就是狐靈的 競賽運動裡面 它是屬於競賽的技巧 OK 那這個握法呢 是在硬式狐靈裡面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 但是需要特別注意一下 手肘的過度伸展 這是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以上呢這三種握法呢 大家都可以自己選擇去使用 那你們可以在下面的留言 告訴我你們喜歡 或是你們習慣哪一種握法 那讓我知道 那如果你們還有對於 狐靈有相關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一樣在下面留言 我會一一的回覆各位 最後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在影片上按個讚 那也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接收到影片通知喔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